重生回到高中时代 我又洗又背 洗的时候我可以拯救高中造型第一个老公 背的是老公说打架就是打架 完全不疼媳妇 不过没关系 我教训老公有一万套方法 对了 我老公顾明男和我一个班 我次次考第一 高考进了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学 他就恰恰相反了 经常打架 上课睡觉 倒数一 高考考了零分 我想不通 我们高中大单子打不到的人 后来怎么就结婚了 挪钱并去点 别碰老子的桌子 顾明男 你是不是欠打 就你 我都不信 忍着没有踩他一脚 踩坏了以后还得伺候他 太讨厌了 这也是为什么顾明男追了我两年 我才同意的 顾明男 伸回去 虽然不痛 但顾明男这脾气下意识 不想抬手打人 不过他不打女生 僵在了半空中 你打啊 你看尿的脑子有力 桌子挪远点 我没有再说什么了 因为再说顾明男 肯定要发飙了 不过 这口气我忍不下 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 顾明男 妈我脑子有病 等以后结婚了 我拿出了语文课本 余光下意识 瞥了一眼后面的顾明男 他已经趴在桌子上睡觉了 我仗着是班长的职责 理直气壮地敲了顾明男的桌子 顾明男 上课不要睡觉 臭老公 好好念书 你这八婆 今天有病 别生气 别生气 这是最佳老公 再轻一点 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 又加一条 顾明男说我八婆 上课不能睡觉 不然我就给班主任说 顾明男看着我没说话 但眼神透露出神经病 三个字 这时语文老师 许安拿着课本进来了 同学们好 我快速往后又看了一眼 顾明男又趴着睡了 语文老师肯定不会管他 没有哪课老师愿意管他 顾明男 不准睡 顾明男阴郁着脸盯着我 有一瞬间 我都能感受到顾明男想一拳砸我 最后他没睡 我看他语文书 不耐烦地看着文言文 旁边戴眼镜的男同桌 默默往旁边挪了一点 四十分钟的课 很快就结束了 彭依依 中午把同学们 昨天的作业收上来 好的 我是班长 也是语文代表 更是年纪第一 各科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等徐老师走了后 我却发现 他已经迈着大长腿 从后门出教室了 我连忙起身 跟了出去 你他喵的跟着我想干什么 暗恋老子就别想了 老子不喜欢你 这话换一个人来说 就像个自恋狂 但奈何顾明男颜值 身高再现 暗恋他的女生 他真不想 我都还没嫌弃他 他还蹬鼻子上脸了 这老公丢了算了 哎 还是不丢 我舍不得 这老公哪哪都好 就现在不好 顾明男 你别自恋 我暗恋你 想都别想了 你以为我跟着你 我只是顺路下去 男哥 高二的无风 要打我们 这会正在男厕所 堵着宁山他们 顾明男正 闷着一口气呢 这就有人撞上来了 他抬腿就走 你不准去 你要是敢去 我就给教导主任说 我记得高一上学期 顾明男被记了一次大过 还停学了十天 你他喵的信不信 让老子揍你 你揍我 我也不让你去 对于现在的顾明男 我心里还是直打鼓 他一拳下来 我脸都得歪 老子不打女生 你经验有病是不是 放开 不放 你不准去 老子就问你 你放不放 不放 彭依依 你干什么啊 快放开男哥 我们要班师了 以后你们不要找他打架了 我不会让他去的 顾明男早就不耐烦了 是老子谁啊 还管老子 滚 我是你老公 我当然没有说出来 不然肯定以为 我是个暗恋狂 我是班长 你是一班的学生 我就得管你 不能让你影响 凭雪红旗班集体 你有病吗 顾明男除了这句话 真不知道妈什么了 然而我还真就跟脑子有病一样 死活拉着他不松手 他甩得几下围甩开 盯着我的连眼睛 都快冒火光了 彭依依 你要是再不放开 我就去教导主任 能说我们俩早恋 你说我们俩结婚都没问题 反正我不会让你去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让你去打架 我不按套路出牌 顾明男噎住了 平日看我温温柔柔 没想到是个神经病 怎么回事 闹什么呢 顾明男你又欺负同学了是不是 没有 没有 我跟顾明男说好了 我帮他补课 补他喵的课 谁欺骗他补他 彭依依同学你这样的行为是好的 同学之间就是要互帮互助 不过也不能耽误了自己的学习 顾明男 彭依依同学帮你补课 你要认认真真的听 别辜负了同学情 顾明男不仅让班主任头疼 学校也头疼 不过头疼也得瘦着 顾家圈了一栋教学楼 老师 顾明男他愿意学 我带他上去补课了 顾明男 回教室 顾明男也没胆子大到 跟教导主任对着干 只能黑着脸跟着我走 一到了教室 他就跟同桌换了位置 惹不起那神经病 我总躲得起吧 过伟 你跟我换 我挨着他坐 好 谢谢班长 一听这话 过伟八部得换座位 他推了推眼镜 一般的学生 谁都不想跟顾明男同桌 顾明男瞬间不爽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了 不会让你影响到班上 竞选红旗班集体 他喵的 简直是阴魂不散 你要坐这里是不 以后就别怪老子 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就不客气 反正结婚后 我也不会客气 教导老公的重任 确实有些重 全班在这一刻安静了下来 他们不明白 今天班长为什么要管顾明男 顾明男那么凶 依依 我们去上厕所 依依 你怎么去管顾明男 他不好惹 放了学肯定会找你麻烦 主任会管 我当然知道顾明男 肯定会找我麻烦 但是不管不行 谁让他也会说老红了 我是班长 不能让他影响竞选 红旗班集体 再说了 我们是同学 不能看着他不学习 那是老班的事 你就别掺和了 顾明男不是什么好人 上次我看见 他把一个男生打了 没事 他不会打我 打我就跟班主任告状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你就是太负责了 将近还真是误解我了 只不过这一辈子 知道顾明男是我老公 非管不可 上完厕所就去了 老师一趟办公室 彭依依 你的好意老师知道 顾明男那儿 我会做思想工作 你不用管 只需要好好学习就行了 班主任当然不能让好成绩 跟着叉声做一块 要是成绩下滑 他怎么跟学校家长交代 再说了顾明男 就不是好管的人 蒋老师 让我试试吧 顾明男同学还是很好的 同学之间就应该相互帮忙 我是班长 就要带头帮助同学 说不定顾明男就好好学习了 那好吧 要是管不了 你就别管了 以学习为主 我从办公室出来 回到教室 看到自己的座位 乱糟糟的一地 江景也过来跟我一块捡 虽然生气 但他也不敢惹顾明男 不用想 也知道是顾明男那个混蛋 不生气 不生气 生气就用顾明男的意了 一一 换回去吧 没事 夫妻四五年 我就不信 收拾不了顾明男 哼 真幼稚 到时候你别哭 草 这女的跟我刚上 妈的 老子整不死你 我发了白眼 别看顾明男这样 但是他怕女生哭 我每次吵架都用这招 百用百爽 你屌 今天下午校门口等着你 今天星期五 全校除高三外放假 我知道把顾明男惹火了 不怂了 接下来几节了 我没有管顾明男了 顾明男 你语文作业没教 你没做 拿去抄 快点 顾明男理都不理 趴在桌上 拿着手机打游戏 下一秒 手机就被人抢了 皇帝老子 你把作业抄了 我就给你 老子不要 送给你他妈用 随后当着顾明男的面 把手机放进了裤子兜里 我忘记这混蛋老公是个 不缺钱的富二代 一时半会没辙了 算了 我先把作业交给老师 最后一节课是 班主任讲的课 最后五分钟 我把顾明男的手机摸出来 在顾明男的注视下 按了四个一接锁 果然是这个密码 然后输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打了过去 通了才挂断 操 这神经病 怎么知道我手机密码 你他喵的 咋知道老子密码 凭你这种脑子 不是四个一还能是什么 他是什么时候 看见我密码了 被人按窥的感觉 真他妈的不衰 下个铃声一响 我就跑了 盯着我的背影 顾明男连忙追了上去 最后在校门口过去一点 扯住了我 彭依依 你跑什么 在学校不是挺厉害的吗 你放开我 我要回家了 以后别管老子的事 不然你就完蛋了 知道不 好 滚吧 南哥 咋回事 吉花怎么这么关心你 该不会是喜欢你吧 南哥福气就是好 滚密码的 他那样 老子看着就想吐 不至于吧 吉花长得挺漂亮的 高二那一堆的 有好几个人都喜欢他 还说下周去表白呢 关老子屁事 走吧 依依 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 随便 只要是妈做的都吃 在学校怎么样 还习惯吗 习惯 爸还没回来吗 公司有点事 八点才回家 依依 我看见顾明男他们又在打架 就在南城那个废弃场 顾明男太屌了 一个人打两三个人 现在还在吗 还在 我想也没想 连忙打110 臭老公就是要去 警察局待几次才知道老师 主要是我现在管不住 管多位要挨揍 还是交给警察叔叔比较合适 喂 警察叔叔 南城废弃场 有人打架 一群未成年 警察来了 顾明男被抓了 吓死人了 我松了一口气 一点没有送老公 进警察局的罪恶感 过了半个小时 爸爸回来了 星期天下午 我一进学校 就听见有人传顾明男 进警察局了 我刚寻思着 该不会还没出来吧 结果就看见顾明男 走了进来 脸上还带着亲子 别打架了 打架不好 关你屁事 还说不喜欢老 你买要干什么 老子明确告诉你 不喜欢你这清汤寡水 你死心吧 丑八怪 也不知道是谁 谈面了后 整天房子一样 房的那些男人 谁都看了我一眼 你就跟个炸薄的公石子一样 盯着人家 你放心 你现在这样 我看不上 吓 你以为老子看得上你 老子只是给你提得醒 别喜欢老 没结果 那你有本事 永远别看上我 这八婆哪来的自信 以为我会看什么 你放心 你就算跪着求我喜欢 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好 做梦的吧 你以为你是天仙 就算是天仙我也看不上 只知道读书的啥 然后顾明男拿起桌上的药 丢进了垃圾桶里 随后起身出了教室 我看了一眼垃圾桶 一点都不生气 时早有一天 让你跪见他 晚自习 班主任第一时间 就是收手机 有手机的都交上来 我拿出了手机 看到顾明男还在玩游戏 我一把抢了过去 快速交给了班主任 他喵得有力了 我装没听见 顾明男这个臭老公 简直要害死我 顾明男 你看哪呢 还不快看书 顾明男现在盘算着 等会下课 怎么收拾我呢 打肯定不能打 骂也不管用 最后得出结论 没辙 他喵得有力 是不是 老子说了 让你别管我 别以为我不打女生 你就得寸进士 只要你认真学习 写作业 不打架 其他的我不会管你 对了 还有早恋 敢早恋 我废了你 这是最后一次 下一次就别怪我对你 不客气了 快写数学 明天要教 你要是不教 我就一直跟着你 好难管 但是不管又做不到 总不能眼睁睁 看着老公走老路吧 顾明男 不准睡 下课铃声一响 顾明男出教室了 我就跟着出去 一直到了男厕所的门口 才停下 你有病啊 你要是有病没前置 老子给你 真是服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把作业写了 我就不跟着你了 来往的学生 看着我们俩 边走边小声八卦 他们在干什么 不会是早恋了吧 还别说 挺配 千万别 彭依依可是我女贤 不能这样糟蹋了 滚 看什么看 再看老子把你们眼睛挖了 一到教室顾明男 就踢了凳子一下 很快拿出 笔在数学练习策乱品 好好做 你要是不好好做 我也会一直跟着你 你信不信 老子打死你 打死我 我也这么说 顾明男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最终只能郁闷地 开始做题 在我不怕死的坚持下 顾明男憋着气 做完了数学作业 顾明男 你真棒 继续努力 努力击吧 顾明男把笔随便一扔 趴在桌上 就准备睡觉了 刚趴下 一支笔就戳他手臂 顾明男 不准睡 快起来写作业 老子不是做好了吗 你有病是不是 还有语文 英语 物理 政治 不多 一会就做完了 你是我妈 管这么多 你妈我不敢当 老公还是可以的 我是班长 你不做作业 我就要管 你要是不做作业 我就不让你睡觉 当个破班长 就不得了了 你怎么不上天 顾明男咬牙切齿 但还是抽了英语作业出来 不准乱舔你大眼 老子就不行 得了 果然是个混酒老公 家人们 谁懂啊 培养学渣老公 认重到远啊 我就不兴致不了你 你哭屁的哭啊 我又没打你 顾明男有三个原则 一不打女生 二不碰女生 三不惹女生哭 别哭了 老子坐 草 女生就是烦 屁大点事就哭哭哭 你做完我要检查 顾明男把笔随作业 摔在我的桌上 打开英语作业 前面倒是没什么问题 泡面的作文题目 是我的棚桌 这口气我忍了 做得很好 下次再接再厉 顾明男以为我会生气 还等着看我笑话 而我却默默地 拿出了小梗的记录上 11月1号 顾明男写的英文 说我丑 咦 我们去吃泡面吧 我有点饿了 好 得了 挤不进去了 我刚想说算了 就看见顾明男 拿着两桶泡面出来 顾明男 不准吃泡面 如果知道 顾明男就是 高中泡面吃泰国 以至于后来 一吃泡面 会不舒服 严重的话还得狗吐 给你钱 以后不准买了 好 老子差你这十块钱 你不要算了 男哥 什么情况 不愧是学霸极花 能把我们万花丛中 不沾身的男哥拿下了 老子才看不上他 有病 男哥 人家学霸极花可以了 人美读书好 暗恋他的人不少 不过听说 他给那些人说 高中不谈恋爱 眼睛瞎了 才看上凡人精 别给老子提他 再提就管 你连大魔头的泡面都敢抢 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递了 要是明天他打我们怎么办 放心吧 他不打女生 你怎么知道 不过好像是没听说 他打过女生 其实顾明男 他比起其他班的人好太多了 他从来不欺负我们班的 也不主动惹事 上次有人欺负我们班的男生 还是他出面吓走了 别人班的 还有顾明男太帅了 当初要不是看着顾明男帅 我早就一口拒绝他了 哪还给他机会追我 不过 帅是真的帅 我意外回到高中时代 真的是又喜又悲 喜的是我可以拯救 高中倒数第一的老公 贝克斯老公除了打架就是打架 完全不成媳妇 男生寝室208 顾明男懒散地躺在床上 与其他几名做作业的男同学 显得格格不入 顾明男 不是我说你 你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今天我就不说什么 明天跟着他们一块做 知道不 嗯 你知道彭依依吗 人家家里条件也不差 但他还是学习好 还给我说帮你补习 你别浪费别人的好心 顾明男现在最不喜欢听的 就是彭依依三个字 每次一听见就感觉像倒了八辈子们一样 他不耐烦地背过身 盖着被子 显然不想再听班主任废话 你 关了灯就休息 要是谁影响你们学习 直接跟我说 其实顾明男虽然浑是浑了一点 但是他从来不影响他们学习 第二天 临近快上早自习的前一分钟 顾明男的一张 帅眼凑了过来 泡面没把你吃成隔屁了 我也不计较 抽出语文课本 背汽圆春 长沙 下课我抽查 你要是不背 我就跟着你背到为止 信不信我抽你 有本事你抽我 没本事你就背 丑八坏 你好样的 老子就看你怎么跟 说完他把面前的语文书 甩到了垃圾桶里 这个法子不行 我拿起语文书 大声朝着顾明男的方向念 顾明男也不搭理我 然而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 气圆春 长沙 排队打早饭的郭建勇 听见后面念了一句 慢将必透 白隔蒸馏 男哥 你都会背啊 怎厉害 我都没背 我需要背 男哥你怎厉害 你全部背给我脏脏儿 顾明男 虽然全校倒数第一 但是从小记忆就好 只要听一遍 他就记得住 老子被出来了 你就给我洗一个月的碗 我当证刃 疼 男哥要是一字不漏背出来 我还可以倒立齿巴巴 真恶心 等顾明男一字不漏都背出来了 郭建勇傻眼了 刚打的肉包子瞬间不像了 男哥 你听卷的啊 被子我们偷偷看素了 不行 等会我回去也看 卷死你们 去倒立吃食 呀 男哥 男哥 我杠杠油盐 不吃胎子 玩我给你洗了 吃巴巴 我怎做不到 顾明男懒得搭理他 我光突然看见 某个女生 小口啃的包子 敢抢我泡面 哼 我就抢你包子 还吃吗 我给你打啊 原本心里舒坦一些的顾明男 听见这句话 脸就黑了下来 突然感觉自己的行为很傻叉 依依 你别跟他计较 我再去给你打一个包子 不用了 我吃饱了 你快吃吧 渣老公你等着吧 你老婆我一定会让你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做一名学霸 课间打扫卫生的时候 顾明男的位置上 一张卡片掉了出来 老子就说是哪个神经病 天天往我桌子塞贺卡 原来是你这个神经病 老子话说这里了 就算全世界的女生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喜欢你 成 滚球老公现在是挺运气 你想多了 谁给你的 人丑多读书 别成天以为这个暗恋你 那个暗恋你 自恋 哼 彭依依依依 你最好别让老子知道你暗恋我 我顾明拿着扫帚 往他脚上扫了几下 在顾明拿快要发火的时候 拿着扫帚走开了 顾明拿一口气上不来下不去 瞪了我背影眼 随即起身到垃圾了 回来的时候 碰见有个男同学找我问问题 你过线了 你看题目这里说的集合 你再过线 我就打你 马上就是英语课了 玉璽这里 大姐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是 顾明拿无话可说了 他低头看着英语书 还是玉璽 英语老师刚教没多久 还记不全名字和人 维尔记得住的 就是年级第一名彭一一 和倒数第一名的顾明拿 现在抽查 莫写上周教的单词 顾明拿你上来吧 顾明拿 别上去丢人现眼了 臭八婆 敢说我丢人现眼 出乎意料的是 顾明拿全都莫写对了 最高兴莫过于我了 激将法还是管用 顾明拿 你超棒的 棒你大爷 之后英语课 两人一句话没说 就连顾明拿趴着睡觉 我都没有管 不是不管 而是现在只能小管 下一节课是数学课 他要是还敢睡 我就拿圆归扎他 扎到他听为止 上课了 上课了 你他喵的有病 对 我有病 快把数学书拿出来 好好听课 你要是再睡 我就用圆归扎你 我刚买的圆归 很尖 顾明拿一点都没怀疑 我会不会扎他 我肯定会扎 你给我等着 星期五 你就知道顾明拿 几个字怎么写的了 顾明拿以往还能低头 玩手机 睡觉 现在两样都没有了 显然只能看黑板 数学老师心头还吓了一跳 这学生怎么今天听课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直到下课 他还在听讲 到了办公室就夸了起来 今天顾明拿还听课了 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以前睡觉 现在不睡了 就盯着黑板 不过有没有听懂 就不知道了 是比以前听话了一些 作业都做了 说来还是彭依依的功劳 这孩子聪明又爱帮助人 蒋老师 你怕得看紧一些 万一这两孩子看对眼了怎么办 放心吧 彭依依看不上顾明拿 顾明拿那成绩狗都行 顿时办公室里的人都笑了 正打算来办公室 请假回家一趟的顾明拿 正好听见这句话 脸立马黑了下来 他转身又回到了教室 什么叫他看不上他 笑话 是我看不上他 又丑又啊 我拿出笔记本 又记了一条顾明拿现在的不好 顾明拿好奇凑过来看 你别想偷懒 彭依依 你特么有病啊 抓老子头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只是习惯了 习惯了薅老公的头发 我自知理亏的不敢说话 我刚准备拿书 头发就被人用力的扯了一下 顾明拿 你翻天了 我这是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我暂时不想搭理顾明拿 翻开数学书 就开始预袭 丑八怪 该不会是又哭了吧 草 问老子什么事 从抽屉拿出饭盒 扭头看见顾明拿还趴在桌子上 我下意识戳了他一下 顾明拿 吃饭了 谁要跟你吃饭 顾明拿 太自恋会被雷劈 我只是提醒你吃午饭了 没说要跟你一块吃 我看见你吃不下去 彭依依 你上辈子是老妈子变的 管天管地 以后是不是要管我拉屎放屁 你 我口味还真没有如此奇特 依依 我们去吃饭了 依依 你别去惹他 他不吃就不吃 跟你没关系 依依 你该不是赖他吧 想多了 我现在一心只想学习 谈恋爱的是留着大学吧 你也不要谈恋爱 我不敢 会被我妈打断狗腿的 顾明拿那么帅 你都不喜欢 还行吧 我见过比他还帅的 我觉得 现在的老公 没有二十几岁的老公有魅力 有时候一个眼神就能让人感觉心跳加速 特别是后脸皮的时候 让人招架不住 南哥 你猜我刚才看到什么了 你们版的计划跟齐和在一块所花 齐和还给他买随和 看样子有情况 瞬间这话 顾明拿瞬间来兴趣了 连想到第二节课 陈欧一比齐和加油 他邪妹一笑 早恋 他死定了 是他先都管闲事 就不要怪我了 顾明拿几口吃了面 就去找班主任了 你爸说了 不让你请假 你看看你这次的月考成绩 这么多颗夹在一起 你只有二三十分 我闭着眼睛 考的都比你多 这些话 顾明拿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老家 你先别操心我 先操心第一名吧 你想干什么 我跟你说 你要是敢欺负彭一一 我就让你爸揍你 我才懒得欺负他 他和齐和在谈恋爱 班主任着实是没想到 随机拉着顾明拿 到了人少的地方 你从哪知道的 你别乱说 彭一一不是那种学生 你给我把嘴巴闭好 这是我会处理 班主任围着教室走了两圈 最后轻轻敲了一下 还在看书的彭一一 彭一一就跟他出去了 顾明拿看着他出去 心里内叫一个爽 活该 谁叫你管我 很久以后 他顾明拿就会觉得 自己举报这是非常英明 前所未有的英明 班主任看着彭一一乖巧的模样 倒嘴的话迟迟说不出口 又怕误会了 影响他学习 最近老师听说了一点谣言 说你跟六班的齐和在谈恋爱 老师不是怀疑你 你说不是就不是 我就是问了 蒋老师 我没有 我不会在高中谈恋爱 老师就说相信你 现在多读书 以后上了好大学 男朋友多的事 读书要是没抓紧时间 以后再想回头读 就不可能了 彭一一上辈子 从来没跟任何一个男生 有这样的老人 这就想到了顾明拿 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 彭一一拿了一张 只写了一句话 然后塞给了看 选一小说的顾明拿 是不是你告我早恋 就是我 怎的 不服 弄我啊 真是好样的 被自己老公举报早恋 我怕是全世界第一个 我就不信置不了你 彭一一把他拿过悬疑小说 直接使劲撕了 顾明拿反应过来 已经撕成了好几份 这可是他花了好久 才能弄到的悬疑小说 市面上都绝版了 彭一一 你他描的有病吧 不能看小说 你要么睡觉 要么写作业 成 你有种 随后就趴在桌子上睡觉了 彭一一松了一口气 给亏他摸清他 不打女生的性子了 不然还不敢挣 顾明拿从来不是吃亏的性子 下午第一节体诲 彭一一 手抬高点 腿抬高点 还有手 四十分钟下来 彭一一已经累得原地坐下来了 天知道他最讨厌体课了 一一 你还好吧 不好 腿酸死了 拉我起来 彭一一靠着他站了起来 随后就撇见不远处 幸灾乐祸的顾明男 他还故意做了好几个高抬腿 顾明男 你很幼稚 想让我不气 你就考进前一百名 只要考进前一百名 我就不管你了 原本我们班可以越野拿流动红旗班级 因为你 我们可能得不到了 你不想读书 是你的事 但是你进了这个班 你就要对这个班负责 不要让我瞧不起你 说完 彭一一潇洒离开 伤害了顾明男 气得无语了 但不得不说 彭一一戳到顾明男的软处了 要不是顾冷头 我才不稀罕进这个班 一天只知道课书 一群傻不拉筋的冲蛋 一百名 老子就考个让你服气 回到教室 顾明男就开始做数学作业 不过提提好一会 就写了一个解 他反正的招加头发 看什么看 老子是你得不到的男人 顾明男你不会做就问我 我又不会笑你 谁说老子不会做 老子只是在思考 那你慢慢思考 顾明男从来不觉得 写作业有多难 现在被几道数学题 折磨到碗字席还没做出来 明天早上就要教了 抄倒是能抄 就是抄了 会让神经病看不起 顾明男 你怎么还不走 你管老子 顾明男想拿数学作业的手 又收回来了 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 还你昨天的泡面 泡面以后少吃点 不干净 将近 咱们走吧 郭剑勇和宁山在门口 迟迟没等到顾明男出来 两人往后进去了 结果就看见顾明男手里 拿数学作业 两人嘴巴张得跟鸡蛋一样 男哥 你偷谁作业 谁让你们进来的 这是老子的作业 郭剑勇和宁山两人 从小学就认识他了 什么时候看见他带过作业了 你偷自己的作业干什么 我这是男 懒得跟你两个智障说话 男哥 你还要些作业啊 谈不出来啊 怎么捐啊 不信 我也要拿作业 过了一会 他抱了好几个粉丝追上来 你要是做了 明天老子到底吃泡面 你懂什么 我就算不做 待会轻死 也能捐死他们 你们 有谁会做数学作业 懒过 你说什么 男哥问我们会不会做数学作业 我们哪会做数学作业 那我看看 我去问我们满同学 郭剑勇那个大嘴巴 到时候整个年纪都知道 顾明男不会学数学作业 顾明男懒得搭理他 男哥看不会是扫自己了吧 顾明男看着其他同学都在写作业 然后翻数学书看 来来回回翻了好几遍 丝毫没有头绪 要我帮你讲吗 好 同性不等是可以相加 异性不等是可以相减 班主任来的时候 还以为走错寝室了 退出去抬头看了一眼门台号 没错 208呀 他又走了进去 顾明男还真是在写作业 出了寝室 蒋明就拿出手机 给顾明男的罢故证打了电话